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,尽请关注。 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,在东汉末年世家门法发展迅速,历史的名人都是豪门世家出身,比如元少元树家族号称四世三宫,也就是四代得人做到三宫这个相当于后世宰相的高官。 至于诸葛亮,他们家族在汉末未尽一直都是豪门壮族,诸葛家族当时已经和荆州的刘、蔡、黄、奎、庞五个大家族联姻,所以诸葛亮有强大家族之称的人际关系王,使他可以自由出入于荆州的顶层社会,地位超然。 只要诸葛亮愿意,他能让全秦州有话语权的人在生活人面前给自己点赞。 三顾茅庐,表面上刘备是主动来寻求贤才的,说不定背后是诸葛亮做了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有可能。 而诸葛亮的最大劲敌司马懿,对于这个如智囊一般的人物,他主要的知识结构来源也与其家族显赫的背景息息相关。 在其兄长司马朗的言传身教之下,司马懿学习儒家经典,而且司马家是将门之后会排兵布阵打仗,很正常。 那时候兵书兵法可不是谁家都有,被军事贵族世家垄断,外面人根本学不到。 至于孙权建立的吴国,实际是江南大族的联合统治,孙吴的军队隶属于将领本人,而非国家或皇帝, 其麾下的将领和谋臣如周瑜、张昭等也有着深厚的地方背景, 其掌握的土地和士兵则可以世代继承,而在曹操起兵之初也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。 这在其将领和谋臣的出身上可以略见一般,比如谋臣寻幽和寻御书直, 他们都来自盈川地区的官僚世家。 再比如蒙将徐楚,实书上就记载说,他在汉末据少年及宗族数千家,共兼并预扣。 这点仅凭匹夫之勇是不可能。 而在刘备的政权中,同样有大族势力的代表,比如李延、吴义和法正。 他们世代在四川经营,在刘备占领四川期间提供了巨大帮助,为此他们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。 比如法正就担任了尚书令,这是仅自于诸葛亮的职务。 所以说,对于穿越到三国的,还是行不行吧。 想要在古代混得开,除非你穿越到一个地位显赫的豪门世家,否则别提什么群雄争霸。 冰玉花马乱的时代,平民生存都是个很大的问题。 虎哥提醒各位,别歪歪穿越,老老实实,活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 比如说,高考,这个可能影响你一生的重要时机,就要把握好。 对比古今中外,高考制度可是相对公平的多, 这拼头老百姓上升甚至通篇的重要渠道和机会。 虽然,高考也有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 但只存在方法上的问题,不存在原则上的问题。 首先,分数是一个不问出身、相貌、年龄的东西,是多少就是多少。 而中国的公立学校,经以这个作为录取的标准, 对比古今中外,已经算是很公平了。 至于有人老师说,老美家的大学制度如何的好, 虎哥在这里要纠正一下。 中国一流大学靠的是高考, 美国一流大学靠的可是出身啊。 在美国,上不上得了一流大学,分数并不是决定性的。 甚至西典这些一流军校都需要周一元的推荐性才能上, 除非你是天才。 一句话,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, 制度设计为经营阶层服务。 像美国的长春团盟校, 就是由八所印度的大学组成的。 对这些大学来说,想进去可不容易。 这考验的,远远不是个人能力的比拼, 还有家事。 举个例子, 1961年, 小布什申请印度大学的时候, 莱瑟卡片要求列出亲属当中的校友。 小布什填上了他的祖父、父亲、父亲所有的兄弟, 以及他的表兄弟的名字。 尽管布什家族与伊鲁大学渊源甚深, 他仍然怀疑自己能否被录取, 因为他学业马虎, 成绩地域班上很多同学。 然而, 他最后还是如愿收到伊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 而且, 伊鲁大学的学费也不是一般平民掏着起的。 例如, 同为伊鲁的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, 清华大学每年学费5000元, 时速费用约8000元, 斯坦福大学每年学费4.8万美元, 时速费用至少2万美元。 上学成本是读清华大学的35.6倍, 关注明彩虎微信公众号, 回复大学, 了解中卫大学更多差异。 言归正传, 三国凶贤, 咱现代人去了还真不好混, 除非是你穿越到了显赫的权贵世家, 否则, 顶多就是个打加油的, 或者是跑龙套的。 至于说知识改变命运, 想要考试出人投地, 不好意思, 那时候是查举制, 跟上美国西点军孝似的, 需要地方官向中央推荐, 平民就别想了。 当然了, 你要想体验三国争霸天下, 戎马生涯的精彩刺激。 可以来虎哥的游戏里面体验, 这款手游堪称手机版的真三国武双, 玩家操控三国爵士武将, 一服当官, 万不莫敌, 取敌将手机如探囊取物的快感, 游戏操作简单, 3D高清画质, 场面恢宏, 有百余武将和自由切换, 玩法多样, 不单调。 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迷彩虎下载后, 在游戏中重返三国古战场。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, 请点击我的头像, 免费订阅迷彩虎讲堂头条号。 原创虽不易,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,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